韩国发布了其最新的经济数据 包括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出口指数和贸易收支 所以让我们通过新闻回顾一起来看看吧 我是路易斯麦考利 这里是多高斯贝电视 中国经济的冷却和日元的下降 对韩国韩员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韩国制造业指数较前一个月相比有所下降 5月份今季节性调整后为47.8 下跌一个点 近三个月以来一直位于50点大关以上 韩国直接到中国的出口量大约有25% 上周数据显示 韩国工厂产出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而同比出口量下降10.9% 然而国内的消费和需求已经呈现出了复苏的迹象 政府认为今年下半年将会有良好的表现 会议结束后 韩元美元货币队下跌至十周低点 跌幅为0.3%至1110.7% 而上周对日元位于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新加坡澳新银行外汇策略师孔城洞预计 韩国央行将会在短期内降息 并说道 韩国的经济需要韩元对日元汇率走软 韩国当局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韩元走强日元疲软 对于韩国经济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是由于韩国到日本的出口量 而是由于两国的出口商品类似 主要都是电子产品 尽管韩国的经济出现疲软迹象 但经济学家认为 央行将会保持利率在1.75% 另一方面 国际金融局总干事财长宋在昌指出 我们认为 金融当局应该继续保持极端波动后 市场的稳定性与瓶颈 感谢您的收看 这就是本期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